大家好,萬聯接下來都有歐洲賽,即將會作客巴塞 利物浦這個星期還未打歐聯 所以利物浦的打比戰就要先讓路 我要先說萬聯作客列斯聯 非常巧合,幾天前都是他們兩支球隊的對碰 當時我的蔡侯平說萬聯在奧脫福上半場 是世界杯之後最差的上半場 原因是複製了哥迪奧娜的三後衛後場猜球 令萬聯後面不夠人猜球 令萬聯今季猜過半場和上前空投再腳的進步化為烏有 本來想著下一場再對列斯聯反省 誰知他完全沒有,今天還要更嚴重 是繼續作客列斯聯再次複製三後衛後場猜球 唯一的分別就是上次蘇爾一早衝過半場 而今次用馬拉西亞的左後位 是一早移入防守中場的中路太早變形 同樣是未猜過半場 同時面對對方壓迫的時候 一早已經變形做三後衛後場猜球 上次有華拉尼和馬天尼斯都猜不到 何況今天是用麥佳亞這個猜球更差的球員 所以猜得更差 其實列斯聯最近都不夠休息 今天也只做了兩個輪換 今天的壓迫已經沒有上一場那麼厲害 不能不停埋身肉搏做壓迫 所以才減低了列斯聯今天贏球的機會 但是列斯聯兩個半的高位壓迫點 再做少少虛張聲勢壓迫 再偶然埋身 都足以搞到萬聯三後衛後場猜球 是接近完全猜不到 單看上半場可以說是沒有組織力的這個萬聯 有時列斯聯都不是很用力壓迫 但是都見到麥佳亞拿著球很久都不知道怎麼辦 當然都是有不少的失誤 整天都不夠人幫麥佳亞後場猜球 都誘惑了列斯聯偶然埋身肉搏迫一下麥佳亞 也是有不少時間都會成功 早段都已經開始見到沙比薩發現不對勁 他都很努力衝去右邊邊線的後場 希望幫一下後防線猜球 但是幫助都是不大 新組也有嘗試落去右邊的中線附近 希望幫幫忙 但是幫助更加少 因為新組落去拿球都好 是背龍門的 除非人家是完全不騙他 否則他背著龍門都是很多時候交回後面 不會說怎樣幫到手猜過半場 我經常都說 後場猜球最好是四個後衛平排在後面 不停可以面向前面 這樣才可以容易些猜過半場 但是萬聯絕對是沒有這個棋位 他們也只有三個 對方不是阿士東維拉只有兩個壓迫點 起碼都有兩個半至三個 那萬聯絕絕對不夠條件去猜過半場 可以說是毫無組織可言 再加上用麥加亞更加差 就是說後場猜球比上一場還差 現在的列斯聯雖然沒什麼體力 壓迫都沒那麼厲害 但是偶然的入球機會 都是威脅力大過萬聯那些機會 上半場已經有兩次需要迪基亞救命 萬聯上半場最有機會的那一刻 就是靠對方送禮 才有個搬奴的半單刀 其他時間是不知道在踢什麼 完全就是因為坦克的戰術 後場猜球的三後衛問題出來了 哥迪奧拿最近這樣踢 都完全不行 為什麼要複製哥迪奧拿的壞事呢 明明上一場的下半場都有些反省 沒再說這麼早變形 揭回四個後衛後場猜球 才追回列斯聯2比2 為什麼坦克今天做得更加壞 更加不反省呢 去到下半場依然要繼續堅持 難道是複製哥迪奧拿那些包吼頸的性格 今天更加糟糕 上次都說下半場會反省 但今天下半場都沒有反省 繼續堅持三後衛後場猜球 直到60分鐘調動不要馬拉西亞之後 所以打這個左閘位呢 都是繼續一早變形 繼續堅持三後衛而已 所以即使經意換入馬天尼斯和雲比沙卡 幫後場猜球 但其實幫助都是很少 其實都是幫助不大 繼續是後場猜失 列斯聯到下半場繼續有較多的機會 繼續要迪基亞救命 今天話就說迪基亞破了今季單場破舊最高紀錄 一共有六次 但反映了今天的曼聯 是給太多射門機會對手 後防線本身都不算強 還要不停後場 失控球權 是坦克格的後場猜球戰術嚴重出錯 才迫到迪基亞要破這個紀錄 同樣道理 廢特今天的防守數據都是好 其實都不是好現象 曼聯下半場投幾分鐘的禁區裡面 可以說是風聲學淚 比賽之前我是猜曼聯要失分 我自問對於我今次這個預測 都是覺得完全沒有問題 一路看下去曼聯是更接近會輸的一邊 輪換也是比對方多的 整體的級數都是比列斯聯高的 但曼聯今天論表現、論戰術 都是不如對手的 如果我猜曼聯贏而最後猜中 我反而只不過是覺得 我是靠運氣猜中 那我寧願這次猜錯了 曼聯這場根本是贏得欠缺說服力 根本也是要靠拉斯福特做救世主 列斯聯的問題就是把握不到上半場和下半場 組段的機會 如果不是曼聯其實可能輸了 去到下半場的尾段 不夠體力壓迫 才說少了引發 曼聯後場猜球只有三個人的問題 所以曼聯根本是要等到下半場尾段 才說有些機會入球 其實也不可以說是列斯聯九手必失 因為列斯聯去到下半場持續有攻勢 去到77分鐘 列斯聯還是繼續有入禁區的致命射門機會 又是迪基亞出一隻神腿出來救回 然後79分鐘曼聯先入球 所以真的不算列斯聯九手必失 只不過是純粹拉斯福特狀態太好了 或者是他很有辦法屈到列斯聯後防線中間那些投錘攻門的機會 他連續兩場對列斯聯都是用明賣明賣投錘攻門入球 根本都是靠他屈的 打開紀錄之後列斯聯散了 曼聯才可以再打快攻拉開紀錄 有人問曼聯最後能夠打開僵局 是不是因為他做了一些不錯的位置調整呢 因為經過了調整位置之後 有人發現本來打前鋒的高佬荷蘭中鋒 霍特韋賀斯是打了進攻中場的位置 而兩個入球當中 都是他在進攻中場的位置有連結 甚至有助攻的 那這個算不算是關鍵的調整呢 那我就要問回 他轉打進攻中場之後 到底有沒有幫到曼聯後場猜球呢 答案就是說 這個不是關鍵的幫助 雖然打開紀錄的入球是靠荷特韋賀斯 他回後幫忙做支點串連 而他當時的棋位似是進攻中場 但是上半場他打中鋒的時候 其實都有下來附近的位置做支點的 那都是幫不到後場猜球的 那所以在後場猜球的角度 他轉了位置 不是說解決到根本的問題 即是反而可以稱讚 是沙比薩他當時 入球的組織過程當中 他下了後防線 就是那裡幫手 猜球 較為合理 即是他其實今天都是相當 樂力不停想著下去後防線附近幫手 只不過就是他很多次都幫不到手 那他偶然79分鐘那次 終於幫到一次半次 終於這次都是交到一個漂亮的長距離 連結上去找到這個和特韋賀斯 才說做到支點 如果沙比薩這次還是繼續交不到 長距離連結上來找到人 那和特韋賀斯他轉打進攻中場 再做支點這條條子都是變了沒有用的了 也就是說沙比薩他偶然下去後防線那裡幫手 是比荷蘭前鋒轉打進攻中場 較為有用 但是我也不覺得沙比薩他下去後防線那裡 是一個叫做位置的調整 因為他這隻東西都不可以叫做補變形系統 嚴格來說只不過是沙比薩他偶然下去 就推了這個雲比沙卡上去 即是調了位 或者可以這麼說 其實都是繼續保持三後衛後場猜球 變形系統是可以幫到你後防線 立即變回四個後衛 這個不是變形系統的走位 不是說幫到基本性的問題 他依然是繼續保持後面三個 沙比薩其實下去幫了很多切手 都其實是失敗的 是失敗了很多次才偶然成功一次半次 所以就不是什麼好的應變來的 即是如果你問我 結果坦克今天唯一做得好 較為有意義的應變 就是他在沒辦法之下 找回拉舒福特打前鋒 希望可以靠他屈肌做遮醜泡 勉強過關 跟著拉舒福特上去 就好像變了兩個前鋒 和特韋賀斯就叫做下去補充 拉舒福特不懂得做支點的這一part 所以他才落得比較後 更加像一個進攻中場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想他打進攻中場 到現在都不肯定 雖然這一段都可以算是一種應變 但其實是一種搏一搏的方法 沒有解決到根本性的後場猜球問題 所以不是一個關鍵的應變 坦克今天應該是一早轉回四個後衛 控制大局 減少列斯聯搶到球的進攻射門機會 才是解決到根本性的問題 曼聯今天根本就按住列斯聯的攻勢 是靠迪基亞去頂住 如果不是迪基亞 曼聯一早落後 拉舒福特及後再做救世主 意義都未必有 去到Patreon片尾彩蛋 我會跟大家分析一下 為什麼最近坦克是連續兩場 要三後衛後場猜球 究竟他是什麼心態 什麼葫蘆賣什麼藥呢 記得支持Patreon Youtube記得多點Like Subscribe按鈴鐺 才可以幫到Channel增長 多謝 謝謝 如果你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 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賽後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 你可以裝一個拍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